香港,周三,一名中国大使的Twitter账户点赞 聊一条用到脚的色情视频后, 中国大使馆发表了一份愤怒声明, 要求Twitter进行调查。 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风暴, 不少人都在讨论着究竟是意外, 还是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的账户被黑了。 有证据表明,刘晓明可能是不经于技术的婴儿潮那一代, 在试图掌握一个在他的国家北境的平台上遇到了困难。 他的账户有奇怪的点赞记录经常给自己的推文点赞, 甚至给批评中国的贴子点赞。 但作为中国战狼外交官中一名主要发声者, 这个点赞插曲有可能成为其任职棋兼一个令人尴尬的标志。 周四,Twitter的一名代表拒绝就中国的调查要求置评。 随着争议恶化, 这位大使的账户迅速删除了过去一年点的几十个赞, 包括对上述视频的点赞, 只留下了两个点赞。 但英国小报马上抓住了这次Twitter风暴大作文章。 由于中国政府对英国前殖民地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 英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张。 小报太阳报, The Sun, 大叫这位爱调动正至争端的中国大使已冒犯了他人PFIRTY IT。 现年64岁的刘晓明是最惹人注目的中国外交官之一, 自2009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他经常在电视上露面, 抨击中国的批评者, 对中国镇压香港民主倡导人士, 以及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人的批评进行反击。 在今年7月的一个BBC节目中, 记者给他放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似乎是新疆囚徒带上火车的视频。 记者问他视频里发生了什么, 他无言以对, 然后回答说, 新疆被认为是最美丽的地方。 他后来暗示, 那段视频可能是假的。 其他中国外交官在Twitter网站上积累了大量粉丝后, 刘晓明也于去年在该平台上建了账户。 他很快就采用了一些同事使用那种咄咄逼人的口吻。 这些中国外交官有战狼的绰号, 该名称来自国内光受欢迎的一部系列影片。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他的粉丝已经超过了8.5万个。 刘晓明在Twitter上攻击研究新疆镇压行动的学者郑国恩 Adrian Vintz还指责外部势力煽动了去年香港的抗议活动。 他赞扬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应对, 并为在国外处境艰难的中国科技企业华为辩护。 但自从他上了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起, 点赞的功能就显得特别令其烦恼。 去年10月, 他的账号发了一条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刘晓明, 后不久, 就点赞了一条中国大使通常不会同意的回复, 向中国独裁男人致敬, 向极权主义致敬。 这些未加控制的点赞似乎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直到本周三刘晓明的账号变得声名狼藉之后, 警告, 吃饭是不宜读死闻。 英国人权委员会的保守党成员卢克德托尔福德 LukiPolfoRD, 在引起人们注意刘晓明似乎支持色情视频的推文, 开头这样写道, 我觉得这有点刻薄, 德, 普尔福都补充道, 但后来我想起了维族集中营和香港, 很快就是然了。 中国大使馆迅速为刘晓明辩护发布声明指责 没有给出名字的反华分子恶意攻击刘晓明大使的推特账号, 大肆恶搞, 手段卑劣, 声明继续写道, 我管已向推特公司举报并保留 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利。 我们敦促推特公司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希望广大网友入信遥传遥。 刘晓明已加入到世界各地那些被奇管或无恰当的推文半导的官员行列。 2011年, 纽约州民主党人安东尼·蒂·维纳·安特美蒂·维纳在TWEater上发了一张自己的不雅照之后, 辞去了国会众议院的席位。 后来他承认与女性在网上有不正当的婚外关系。 英国议会前议员埃德·鲍尔斯·Adbos 2011年使图在TWEater上检索自己的名字时, 错发了一条只有自己名字的推文。 这件事发生在4月28日, 在TWEater被称为埃德·鲍尔斯日。 美国参议院的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的账户 曾在2017年点赞了一条色情推文, 这件事后来被归咎于一名工作人员。 刘晓明没有直接对点赞争议作出回应, 但他发布了一条推文。 内容是一句显为人知的格言好真不怕锤, 似乎是宣布自己的。